我们既然知道你的脚型 在一股疗法就称之后RO脚 RO脚的意思就是说 右脚它是外转外旋 左脚也是外转外旋 但是右脚的外转外旋比左脚大 一股疗法是这样子 你是外转外旋 我们调整的时候在做内转内旋 因为你的右脚是外转外旋的大 所以说我们内转内旋来做大 但是在O型脚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支左脚的不做转位 只做弦位 现在我开始帮你调整 我现在把你的脚攻90度 我试试看你的髋关节松紧度 很不错喔 但这样有个方案节还蛮松的 现在我开始帮你调整 我现在调的是什么 调内转内旋 首先呢 我会找到一个连位 这个就是骨头不会在动的 连位 来我的左手拿好 我会把你的右脚呢 向左肩膀偏45度 我的左脚会上你的骨盆外侧 往前呢 压下去呢 它就是一种内转的调整 一二三 再来呢 利用我的腰部把你做一个悬位 悬下来 往前做悬位的调整 再把它拉下来 你看这只脚它是做内转内旋 但是我们看到跑掉呢 我们可以用你的左脚把他 在你膝盖外侧把他卡住 不要让你跑掉 来 左脚一样提起来 试试看 它蛮松的 OK 因为左脚不做内转 你知道吗 所以直指的你的肩膀的方向 左肩直指下去就可以了 一二三 再来呢 轻轻的内旋进来 就拉下来 它一样 它这只脚也是会内旋进来 所以说 你的脚 现在都是在内转内旋的状态 再把它立起来 我们就做一个 就是说下一步动作 叫做暴溪 你这个会歪掉 你不会歪了 来 来 我先把你的脚绑起来 因为你的右脚长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用魔术袋 但是治疗师用的时候 这条带子是布袋 我把它做暗记 我知道你的右脚是长 有时候我们很多老师在一起的时候 会注意看你的动作 诶 明明右脚长 一些左脚的动作不能做 你做了 我们会告诉你 你就做错了 再来 把它呢 什么 第二节 绑起来 一般来讲 压西是只绑一瓶 但是呢 我现在把它列列改良一下 这样子比较不会开掉 这样子你比较不会开掉 你睡觉的时候绑三条 再把膝盖立起来 让它90度上面 对不对 再来,我会站起来 我请你把枕头拿开好吗 我做一个压膝动作 我发现呢 要这样了解它的背部有点紧 不然紧张还是什么 有点紧 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个什么 整个把它踢起来 向前压,向前压下去 深层的压膝 这样压,多压几下 压几下 我回来,再深压几下 再回来 来回呢,做个两三次 自然呢,它胸部就会比较松了 你看,背部的整个松 我现在很轻松可以压膝了 如果呢,发现你对方是更紧了 背拉不动了 我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那种垂直 这样子,这种方式 把他的两个脚放在我的膝盖上面 我用我的膝盖 大腿的力量 把它压锡 这可以做更深层 让你更什么剧烈的 强化一点的压锡 这样很容易呢,就让他的脊椎 两侧的肌肉 叫做什么? 树脊肌松下来 因为树脊肌就是在我们的肌柱的两次 是保护肌柱啦 也是可以支撑肌柱的最重要的两条肌肉 那我们从老后呢,一直沿沿到我们的脚椎 到我们的尾椎上面 是我们全身最长的一条肌肉 大家有吃过猪肉 猪有他的肌肉 那人一样是有你的肌肉 那两条肌肉就是你的肌肉 如果你呢,有一边肌肉是紧的 一边肌肉松的 往往他是带有什么? 侧弯症 所以侧弯症你把它调整 你骨头偏偏调整 但肌肉那么僵硬 你没有办法软化 就没办法把你的脊椎导正了 所以以骨疗法的压锡这个动作 最重要的是让你脊椎呢 两侧的肌肉松下来 也就是说让你的脊椎两侧呢 它打正 就是左右打正的意思 来,再放下来了 放下来之后 我们做一个叫做平背顺肌 轻轻把它拉 拉,往下拉呢 它整个肌柱都在动 有没有 而且呢,它有什么地开始动呢? 它间椎 腰椎 胸椎 那些颈椎都会动 最重要的为什么要动我们的颈椎呢? 我们颈椎跟我们的靠骨之间 有关节面 就是颈甲关节 但很多人的颈甲关节 它是颈的 照理讲颈甲关节 它应该 它可动性 叫微动性 叫2到5度 一般人呢,很多 就没办法微动 当你走路的时候 照理讲 你的骨盆呢 会左右有点摇动 但是呢 你如果 颈甲关节太短 你就没有办法 轻度的摇动 你就会造成什么 背部肌肉僵硬 就带来你的痠痛 所以说 我们颈甲关节 是很重要的 那走路的时候 它影响你整个中心 还有你的骨盆腔移动的方向 这样做做做做 做几下 做三五十下之后呢 你的肌肉整个都会很平衡 再来 再做个压西的动作 你看 比刚才更松了 现在我位置都可以压西了 再来呢 紧接着呢 我们做了一个动作 叫做左右悬腰 这个左右悬腰呢 本来是在伊古利亚法 是没有的 但是伊古利亚法 有一个叫做救命法 里面的一个就是 让你的 闪腰的时候 做的方法 来 我们把你的身体 送右边过去 那你头呢 要靠左边 轻轻的动 动的是一分钟 一分钟 一分钟 先自己动 自己动 好吗 自己动 对 你们觉得紧紧的啊 嗯 比较紧 紧紧的 会拉拉拉不动的感觉 等等你右边呢 那我又不一样哦 为什么 因为你的左脚是短脚 短脚照理讲 可以比较紧的 但是 右脚会松的 来 时间到了 我们就放个边 你看咯 来试试看 来 头要转过去 有没有 右脚有没有比较松一点 比 为什么 你的右脚是长脚 它应该脚是松脚 所以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呢 我们还喊一口量 脚不重 一般呢 左脚长的 会左脚先行 右脚长的 右脚先行 因为它是松脚比较好动 它会先动它 OK 这是动的 各做 两次 一分钟 一分钟 各做两次 来哦 时间到了 我们就放个边 好来 这连续要做两次哦 好 好来 一分钟大了 我们就放个边 好吗 放边了 你这样做 时间到了 好 那个左右 各一分钟 做两次了 现在就做不动的状态 来 好来 好 不动的 不动的 各做一分 一分 左边四次 右边四次 时间到了 我们就放边 来 OK 放边 好 为什么要做静态的 跟动态不同 因为 以骨疗法它是力学疗法 力学疗法 它就是什么 动力学 跟静力学 刚才我们做的是动力学 现在做的是静力学 动力学 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当我们在动它的时候 你的肌肉呢 它会产生一个叫做什么 膨胀收缩 那就是让你的肌肉呢 产生一个爆发力 但是呢 不动的时候呢 你的肌肉就属于 慢肌的动作呢 拉牵引 另外呢 增加肌肉的什么 耐力 所以说 那个 你的肌肌 夸达的人 就是你的 爆发力大 所以是短跑这样 这样 当然你的 慢肌夸达的人 往往是什么 慢跑这样 马拉松选手 他的肌肉 耐力比我们的 一般人的好 这个 这样子训练 就是训练两种不同的肌肉 顺便呢 把你腰部的呢 背部的肌肉 把它放松下来 我们与其呢 闪腰呢 再来做这个动作 不如什么 做 平常就把它每天啊 你就利用早晚时间呢 把它做一个 叫做什么 左右悬腰的运动 来 把手都收回来 做完左右悬腰 因为身体难免会有偏离啊 所以我们再做一件 就是把它捕回来 就是做这暴行的动作 来 江泽姐先我教你自己 在家里做 对不对 平常啊 到老师那里 是一个半钟头 回到家里剩下的二十二钟头 靠谁 当然要靠自己 所以呢 老师会教你一套自己做的方法 所以义骨疗法 它是属于什么 老师帮你治疗 跟什么个人治疗的方法不同 来 我们第一动就要做什么 来 头抬起来 我们第一动我们称之为 一二三 拍二三 把你手拉起来 抓着你的带子 先气吸到单点吸饱 再拉 往腹部拉 拉的时候 往嘴巴吐气 呼 对对 吐气 好 停 吸气 鼻子吸气 做十次 这十次是什么目的呢 这个骨盆腔 就把松掉 你的标肌 肺肌 都弄得松了 就做 等一等 你要做暴心运动 什么 准备工作 就前置动作 几次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来 那这第二动呢 是一样的拉的动作 但是头要抬起来 让你肩部跟颈部 头要抬起来 吐气的时候 这一样用 第一动第二动都要用 一样拉 头抬起来 吐气 放掉的时候吸气 对 一样做十次 十次 把枕头拉开 把枕头拉开了 把枕头拉开了 双手交叉 来 勾着你的带子 往下巴的方向 用 不是用手掌 是用你 肘部 轻轻的这样拉 对 对 拉个三十 拉一百下 不是拉 也是 有点 抖动的力量 抖抖抖 没有这么快 轻轻的动 动 来 老师让你这种感觉一下 来 你手放掉 我们的肌肉 它有一个惯性 你看 老师会压下去的时候 老师手放掉 你看 他会弹出来 老师只是抓紧这个timing 压下去 放掉 再补回去 回到上午之后 老师就绑回去 你看老师做很轻 有没有 但是呢 他动得很厉害 兄弟呢 根本都不要用力量 为什么 老师两个指头都可以按 都可以压 对不对 兄弟老师一个指头都可以压 对不对 为什么 你老师根本没用到力 老师只帮助你 帮你轻轻压 他会来 这压回去而已 好 来 你试试看 来 小指交叉 对 抱着这样子 对 对 对 比道杂好多 对 不要太密集 不要太密集 轻轻的 有腰的tempo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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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很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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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妈妈 你会认识到 觉得你呢 整个都会 脊椎呢 前后的上下这样子 上下这样 上下这样 上下跑 就表示 让你的脊柱的两侧脊 怎么样 慢慢松下来 就左右倒 什么问题 就每一次呢 躺下来 脚巴好 一定要先做 这种什么 暴息运动 叫做 自我暴息运动 这是 伊古聊聊的最基本功 最基本的东西 来 三十下啦 OK 来 我们练习自己 你可以做自己 什么 平背书肌 也可以自己做 不仅是那个 老师可以保证 自己都可以做 来 把你的骨盆啊 向下 向下 拉上去 上下 对对对 手就放下来 自己自己 上下 上下这样跑 就要一样 尤其腰霜背痛的人 多做这个 一定可以改善 整个脚椎 腰椎 胸椎 颈椎 都在动 背部都在动 再不舒服的 肌肉都会放松 再做几下 做五十下 当然有时间 可以多做 五十下 五十下 是一个基本数 舒服吗 很舒服 但是呢 有很多人 不会做 但是这个 要透过学习 好吗 只有耐心的 自己多练习 早晚自己做 保证你腰霜背痛 跟你无缘 Say goodbye 好不好 OK 你可以在床上坐 可以啊 但是床 太软就不好了 现在人都知道 睡太软的床 是不好的 为什么 你的臀部没有支撑 你的肩部没有支撑 你的腰部就会承受太多的压力了 就是当然睡不舒服 但是老师要常常提醒 我的学生或者患者 这么讲 你的床 如果你没有办法平躺睡觉 超过十五分钟 你的床要好好检讨 你的床是有问题的 那外面很多人都说 哎呀 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向右边睡 为什么 我心脏在你左边 所以一定要向右边睡觉 但是同学 不要忘记了 我们一个是胸腔啊 你的肺 你的心脏都包在里面 跟你测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怎么压迫的到呢 压迫不到的 没有这个问题 左边睡 右边睡都一样 而且呢 我们人不可能一个晚上都完全平睡 为什么 我们的呼吸啊 系统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什么 肺脏的呼吸 另外一部分是皮肤的呼吸 所以皮肤它 腰是压着 它也不舒服 它也需要透透气 所以说 你不知不觉 每天晚上 会自己 左边睡 右边睡 翻睡 六到七十 那是正常的 如果太平凡也不好 完全不 翻身也不行 你背部呼吸系统 会不发达 就会出了状况 另外呢 很多人就说 那我 睡觉不用枕头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我常常讲 枕头太高的话 就是什么 低头失故乡 底头太低呢 抬头望明月 为什么你这样睡啊 枕头太高了 就这样子睡觉 对不对 大嘴都跑出来 那枕头不睡枕头呢 就变成这样子 就抬头望明月 都不好 那怎么样才是最标准的 那个枕头高度呢 当你撤睡的时候 撤睡的时候 你的枕头 顶着你的头部 你的颈部 胸部 跟什么 腰部 都在水平上面 那个枕头高度 是适合你的